在今天 東北季風的強度略微的減弱 可是北部的朋友因為飄著毛毛細雨的關係 尤其是台北東邊的部分 感覺起來仍然是一個濕而涼的感覺 那明天呢 我們就來看看明天的天氣要注意什麼了 第一個要注意往東走 記得要背雨距 因為東部地區都會因為這東北風帶進來的水氣的影響 零星的短暫雨在花蓮以北有 宜蘭以北更為明顯 可是呢 你往西走的話倒是天氣氣了 過了台北的西邊以後 全部天氣氣 日夜溫差相對的明顯 有9到10度的日夜溫差喔 可是你如果到海邊可要特別留意 因為近海的風浪都是偏大的 尤其巴士海峽的風浪已經到達了巨浪 海邊活動要小心 今年的第27號颱風在今天形成了 禮拜五的時候就會到達我們台灣東方的外海喔 所以呢 在週四 週五這兩天來說 從巴士海峽到台灣東部海域的風浪都會逐漸的增大 我們先來看看現在這個時候的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我們先注意到 今年第26號颱風到達呂宋島北方之後 因為北方的冷空氣下來 使得它的強度快速的減弱 之後它的水氣就開始併入到 後面的熱帶性低壓之內 使得這個熱低壓成長了 它現在變成了今年第27號颱風了 移動速度很穩定 所以每小時28公里到26公里 朝著西北的方向在移動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上空最主要一點 還是受到北方的冷高壓的影響 但是到了明後天整個高壓 已經東移進入到日本之後 風向吹著東風進來 使得這颱風系統將會逐漸的接近到 我們鵝蘭比的東方的海面 我們來看看路徑譴視圖了 路徑譴視圖上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現在晚上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在呂宋島東方海面 而到了禮拜四 禮拜四的時候速度還滿快的 禮拜五速度減慢 但開始逐漸北轉 預估在星期五的下午的時候 在鵝蘭比的東方150公里的海面上 往北移動 但強度的部分就會在這個地方 減弱成為一個熱帶性低壓了 所以在週四週五到週六的時候 我們東部海域的風浪 受到這個熱帶擾動系統影響 風浪都會偏大 小丁丁提醒你兩件事情 一個風比較偏大 海邊活動的朋友要小心 還有一個 往北走天氣涼穿著方面要保暖